疫情指挥中心呢 就说在完成相关的检验封间程式之后 会有新一波的大规模施打 即将要展开 由波兰捐赠的40万剂AD疫苗 在凌晨6点16分运抵桃源机场 有效期间是到今年的11月30日 另外呢 透过COVAX配发的第三批 41.04万剂的AD疫苗 今天下午也会进来 指挥中心下午就说 这里的疫情指挥中心 这两批的AD疫苗 是准备提供第八轮接种群组 那主要呢 会是施打第二剂的对象 以及少数第一剂 还没有施打到的民众来做使用 希望尽快可以扩大覆盖率 那么再次继续中心下载的电话